然後再上去這樣子 你剛剛掛了第三種 對 這種也可以買 這個只要是外資投信大買 你就跟著買 任何拉回都可以買 然後再來我們看看 比較重要就像大立光 我們跳回大立光好了 大立光在這個地方 說實在 它的一個下半年的焦點是 基本的題材都有 然後它iPhone 6預估 9月19號上市 它拉貨潮 iPad的下半年出貨暢望 再來高價股的操作 我們這個大立光是可以買的股票 就是買這種趨勢向上 然後再來我們看宏達店 我們看宏達店 聯發科 再看陳宏 待會我再看一檔 這個所謂的男子店 我先看聯發科 好 看聯發科 不然點什麼我就跟你講什麼 我們看長一點 請導播給我格局長一點 你看喔 這種股票是不是沿著 這軌道一直上去 對 對 但是各位 當軌道到上緣的時候 到最後的時候 我不是有教過你嗎 盡量買靠近這個低點 對 對 下緣 你這個地方 隨便買都可以 但是到高檔基期的時候 你盡量買低一點的地方 對 對 對 好不好 也就是呢 觀眾朋友來到這個地方 你應該買這樣 對 對 對 就買這邊 不要去買這樣 因為這邊有的時候 他會回答 可是你在這邊回答的時候 你一定會嚇死人 OK 你就認賠了他上去 所以這種是這樣 那最後我們來看說 看個TPK好不好 陳鴻還沒看 好 這種股票我不鼓勵大家買 好 這種股票我真的不鼓勵大家買 他好不容易談起來 你不鼓勵 但是我說過嘛 你沒有改變過去舊的趨勢 你去買它浪費時間嘛 那你何不 我們請導播放大一點好了 有 加水了 好 我寧可選擇買在這 等它突破的時候 對 因為趨勢這個東西 是一個力量 我們來看看 什麼時候買股票 要稍微注意賣出的訊號 來 我們看一下2316的男子店 那麼其中這檔股票 我在今年這個地方 我曾經介紹過 今年4月份 對 然後它股價衝到這地方 請導播把這一段放大 各位 如果股價出現一個狀況 就是說 在這個地方它出現一個狀況 就是它的量有沒有 它是量大帶所謂的 這個價漲量增爆大量 接著它創新高的時候 有沒有看到量價背離 對 這個時候量價背離 你應該選擇站在獲利賣方 那它接著就進行一個盤整格局 換句話說 4月初你建議的時候 是在貨幣的低點 對 然後它漲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量價背離的時候 你可以先站在賣方 然後它接著就在這邊盤整 等到將來 這個盤整如果有突破的時候 你再去做買進 OK 那同樣的呢 那現在有什麼值得 各位注意的題材 其實繼大力光之後 我覺得現在有一個題材 大家是都不知道 沒有人跟你講的 是7月31號到8月3號 7月份只有一個題材 叫台灣生計月 那接下來這個題材是沒有人知道的 它是在7月31號到8月3號 在上海的一個電玩展 這非常重要 為什麼我說很重要 大陸開始解禁一胎化 大陸人口有多少 小孩子要玩什麼東西 一定是遊戲機 一定是遊戲機 遊戲啊 瑞海你知道現在大陸一個孩子是6個人養 是阿嬤 阿公 爺爺 奶奶 爸爸 爸媽 因為他們是一胎化 當寶貝啊 一胎化 所以他們要什麼都什麼 遊戲機的市場一定大幅增加 然後他們現在是一胎化要開放了 那第二個IDC預估2017年的這個遊戲產業 將達到1300億的人民幣 那我覺得最重要的一個是 今年9月份開始 大陸要解禁遊戲機的銷售 它是解禁 它是13年都不准你什麼PS4啊 X8萬啊在大陸去銷售 現在9月份開始正式登陸了 那你就從這幾個基本面來看 這個所謂上海電玩展 一定會帶出這些所謂相對的族群 好 那各位看金國光是光學鏡頭 二級體是這個所謂的敦南 是做S8萬PS4 林耀呢 最近有一個併購的題材 它是華興集團 那我們可以先看看這個林耀的技術面 3582的林耀 你可以看它最近在這個地方有沒有 它是直接因為被併購 直接跳功上漲 直接這樣上漲 那華興集團今年股票真的很強 你一定要特別注意 我們來看看最後一檔 在這邊跟大家報告一下就是說 為什麼要談到新唐 為什麼 因為它是做語音微控制晶片的 將來的機器人 你跟大家講話都要透過這個 然後呢 將來的機器人透過這個 同時以後的iWatch的手錶 不可能用點選寫字方式 它一定是用語音的 那最近很多的產業都是要用到這一塊 那我們來看看它走勢 我跟各位講說 今年要做股票 你要做這種一直上升的 確實在這個地方是持續上漲的 多方架構股票 如果我們按照剛剛技術教學來講 我再重複一遍 就是說下降軌道的不能做 盤整格局的不要浪費時間 上升軌道的有題材的下半年有積極題材的 這些都是最好的股票 好 感謝魁國大哥 然後我們再次跟大家做點補充了 因為呢 現在量也出來 行情也熱了 所以呢 市場當中會有很多的 新的未來的題材展望 但是呢 跟觀眾朋友說一下 很多的這個未來的題材展望 您還是要考量一下 基本面啦 技術籌碼啦 投資 風險 業績 都得要面面俱到 掌握到 但是呢 明天大事來了 台積電 特地法術會 法人問什麼 怎麼問 戴總會告訴你 幫張宗摩先回答一下 另外 OK 回到現場之後 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蘋果 蘋果不是9月要推iPhone6新品嗎 三星在蘋果還沒推之前 竟然現在找出新東西 先尬蘋果 可口奶滋 金黃鳳梨口味 純正鳳梨香味 一樣可口酥脆 可口奶滋 金黃鳳梨 隨想上市 想去日本嗎 HONDA全車系送你前進日本 試全車 日本商務艙雙人機票 交車馬上送 日本六大航線雙人行 極致安全 魅力升級 進化的體驗是再一次的超越 CRV Super S 限量登場 您現在收看的是前線百分百 哈咯 阿咯 爸爸 是嗎 民妮 Country 运動休旅 超低頭快19萬9起 本月入主更可享一年以示全顯 這裡 快跟上歐風的美味節奏 特选三种迅菇 四盎司纯牛肉与欧式香草 麦当劳同步推出欧风迅菇牛肉宝 差那么一点 我就得到世界上最棒的工作 我觉得最棒的工作 一定要挑战性 可以和四面八方的人接触 学习各种新鲜的事 让自己迎头赶上 并且得到成就感 最棒的是 可以用自己不灭的热情 感染身边每一个人 跟你分享 我现在的工作 就是世界上最棒的工作 不帮金控不帮人寿 您现在收看的是 前线百分百 全新QX60 以Power Hybrid 创造绝佳友好 独创锂电池收纳科技 节能 空间 兼容并需 分享 无需妥协 QX60 全新升华上市 魅力无限 Infinity 这是世间最极上的新鲜冷藏法 Only Sharp 不锈钢保湿科技 间接冷却 不直吹食材 极上藏鲜 我的Shop 我的冰箱 日本原装 变频冰箱 Shop Shop中下感谢信 指定金行 送日本原装新陈器 直到7月30号 台积电 明天好重要 明天有台积电的法售会 又有期货的结算 台积电又是全中股 麻烦台积电的分 昨天我们探讨说台积电 昨天出席嘛 然后法人预估三天内会填席 股价今天就涨给大家看了 涨了五毛钱 133块钱的台积电 明天法说 您该怎么问呢 法人会怎么问呢 张庄某董事长 怎么提他的想法 秀一下 上次我们追踪了巴克来 先领先提4万 今天外资得意志 又提7万 怎么问 待会带总逐一问给您知道 只是呢 我先报告 您会看到一个红色的字 这个字呢 是巴克来跟德意志 都在问同一个问题 所以先来关心 今天最新的带总7万 那当然 第一个问题是大家最关切的 也就是说 明年 为什么提到明年呢 因为大家记不记得 那个iPhone6手机啊 会大量出货的时候 是9月份以后 对对对 但是台积电吃下 iPhone6的A8处理器 它绝对不是9月做吧 一定是789 而且后续的iPhone6持续的出货 会持续的需求 追单 对追单 所以一般分析师预估会带 差不多78910 11 就因应这个iPhone6的大量的需求 对 所以他们认为 第三季跟第四季 台积电的这个营收获利 没有太大的问题 会冲到很高 对 反而可能到了年底之后的 会出现 明年第一季会出现淡季 怕就怕这一个 对 因为iPhone6大家抢的 都已经抢买了 对 该买了就买了 所以我稍微观察一下 今年台积电第一季的这个营收 跟去年相比较前 他们好像往年 淡季跟旺季 有一点点差不多差到 12%到15%的差别 这样子 所以大家比较担心 所以往年的台积电第一季 也会是比较淡一点 对 大概都少了 比前一季少了12%的这个营收 因为第四季旺嘛 对 第三季跟第四季都还旺 OK OK 其实第一季来讲的话 会有一些约旦节过后的一个 所谓的需求 这个库存的一个调整因素影响 所以一般来讲第一季都会是淡季 可是到第二季 甚至到第三季 就会开始拉升上来 清楚啊 汉城啊 这样子来看台积电也不错啊 因为可以保持二三四都不错 就只有一季是比较低一点点嘛 对的确是没有错 可是今年喔 你看到说他今年业绩不太一样喔 其实第一季衰退幅度并不大喔 原本之前这个所谓的当中我们董事长提到说 其实今年第一季来讲会有库存调整的一个因素影响 所以业绩可能会荡下 可是你看到说今年第一季的营收 其实都没有荡很多 今年第一季是荡多少 跟去年第一季来讲其实差不多 他原本预估可以荡5到10个percent 可是后来来讲应该算是持平而已 所以比预期来的好很多 对 没有错 所以戴总如果我们明天听到他说 明年的第一季的衰退程度 像汉城说的衰退幅度比预期来的小 那就是利多了 没错 他们是看隔年的不是看下一季的 好 那第二个问题你看 第四季的20奈米进展 其实20奈米 他们在今年年初就有这么一个生产 但是它的产品比率变不高 不到10percent 所以大家关心说 到今年年底 它这个20奈米的生产线到底如何 是到能够做到二成三成的比率 现在20奈米应该算是台积电的主攻的吧 是不是 对 主攻的方向 对嘛 但它的主力应该还是在那个 28奈米之上 因为这个晶片都是非常细微的 奈米的数字越小越高阶 因为是台积电在主打 台积电现在已经在进行10奈米跟7奈米了 不只是越高阶 而且它的晶片的体积越小 这个我正好请教过 小才高阶 对 我正好请教过一个 在里面工作的一位同学 这样子 好 那这个未来的毛利率预估呢 大概起码按照往常的水准 大概都还有这个50%以上的毛利率 甚至更高 台积电的毛利率57% 是赢过苹果38%的毛利率 对 没错 那第四个问题呢 明年的20奈米需求大 会影响到16奈米 但目前市场上面对于16奈米的这个产品需求 其实还没有看出来 所以这个问题可能就稍微 它是有点稍微探视一样 借这个问题来探视对于台积电的20奈米的生产的这个 这个能量跟比率 大概是这样子 那再来一个更远 2016年16奈米成为市场领导地员 这个可能需要我们这个半导体教父来回答 不是区区在下所能够回答 所以戴总啊 如果以德意志的研判 今年下半年到了明年 应该主要的贡献 他们的获利跟营收来源还是20奈米 可是他们认为到了后年之后 应该是2016年 台积电的主工的产品就应该是升到16奈米了 主工甚至以台积电技术额会跳到10 10奈米的这么一个技术 所以2016就观察16跟10奈米 对 好 好 再来第六个问题 2015年它这个怎么讲 INFO资讯技术销售的比率 一般可能不是很高 什么叫INFO 就是说台积电它本身 在技术研发的时候 你看它跟那个联电 在晶圆代工的技术上 甚至跟新加坡 跟这个韩国三星的这个代工上面 技术领先 等于是在世界上面是首屈一指的 但他们这很多这个技术它不是把最顶尖的技术这个卖出去 可能有一些他们比较觉得比较适要的技术但其他的一些国际的厂需要这个东西他会把这个技术以这种权力金的这个方式 领先技术低位 好 那最后 获利增加 那我稍微把它估一下 台积电第一季 EPS 1.85元 第二季呢 你看 瑞兰记不记得 五月份六月份营收还走高 所以他第二季EPS大概我自己先预估大概是在2.1元以上 那第三季维持高档我们假设预估也能够维持在2.1元以上的话 第四季稍微淡下来大概在1.8 1.9 全年大概7点多 能够维持7点多以上以上的EPS水准 所以明年的鼓励我看 配3块钱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他每年都配3块吗 如果说牵涉到明年其实还有一个问题 明年的资本支出如果说还是很大的话 可能还是配3块 资本支出比较小的话或许可以配多一点 如果以代总账说还是配3块 然后大概赚7块8块左右 那就是保持台积电历年来的水准对不对 对 一贯的配息水准 我要问一下那个巴克来试问 再来一下汉城报做点掌握 之前我们稍微问了 但明年第一季营收会不会既减双位数 这刚刚代总理说了 这同样大家都问这一题 那134你觉得呢明天应该怎么回答 我觉得还是在于资程上面的一个因素影响 如果说资程来讲的话 真的到2016年可以推进到10奈米 甚至更高的一个情况来讲 我相信资本支出应该不会下降 因为毕竟来讲的话 你要推进到这么高的一个制程 你资本支出还是要有些应用 你有钱啊 对 你还是要去扩建到这些制程 所以认为说应该来讲 资本支出如果维持到这样的一个水准 其实外资的一个法人看法 对台积电他就会有信心了 那另外当然就是张忠明每次开金口 比如说像物联网啊 所以看好的一个情况 市场上就会很认同 那所以当然大家会问说 那下一个产业在哪里 是物联网呢还是有新的产业出来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大的问题 今天外资卖台积电第三名 如果说而且卖了两天 是担心明天吗 还是担心很重要的带总 因为那个英特尔 美国的英特尔不是这个礼拜 超级财报周吗 英特尔在明天的凌晨 就是今天晚上要公布他的财报 那到底英特尔怎么样 是外资卖台积电的理由吗 请问 不是 英特尔财报预估其实都不错 好 我们看一下那个画面 英特尔财报呢 这个美国市场预估呢 就是4到6月 我们上一季的EPS高达多少 0.52元 去年同期是0.39元 你看 YOY成长多少 33% 这个幅度很大 难怪英特尔股价创10年新高 对 可能能看秀一下英特尔股价 你看它的股价还往上的在走高 我们看到 哇 这很厉害 这股价走法跟台积电很类似 对 没错 很像 好 我们回头看这个字卡 那你看它上一季 就今年第一季的时候 英特尔才0.38元 0.38元 它从0.38掉到0.52元 也是成长很大 那我们国内的英特尔概念股呢 很快跟大家稍微扫描一下 包括哪些 电源类比IC的 力气自新 有那个MOSFET的那个尼克森茂达 那个茂达本身没有生产 是茂达转投资的大宗 它这个股票是在新贵 这是什么晶片啊 它这个是 我们翻译叫做这个金属氧化 那个晶片 它是对于这个电流 电流电源也是控制相关的 很重要的晶片 是这样的 这个大宗是在新贵里面 大家可以去追踪一下 再来网通晶片跟触控 瑞玉 益龙店 何瑞雅 大家耳熟能强 然后刚刚讲了NB 为什么呢 就我们前面两位提到 NB的需求越来越大 相关的华硕 维新 技嘉 都通通出现了 这些是就所谓的 这个英特尔概念股 应该也有机会 股价稍微表现一下 您看您看 英特尔概念股 今天提前发动了 英特尔股价创10年高 等待它的季报 刚刚戴总说 季报表现出来的成绩灯 应该会不错 所以明天是半导体制 看英特尔 更看我们的台积电 接下来我要看 看苹果 又看三星 苹果的iPhone6的手机 在9月中要推出来 现在当然是空档 结果三星跑在前面 先吐槽苹果 推出属于自己的秘密武器 什么东西 对 就是红膜相关的辨识手机 以前提到红膜 大家都觉得说 那怎么用呢 比如说我这样看着手机 然后这样子移动 移动 它自己画面就会移动 三星以前的手机 它的画面翻页 就可以随着你的眼球的移动翻页 还记不记得 那个小S的广告 你动一下 我不动了 动一下 那个真实不是被它弄得很痛苦 就类似那种观念 但是现在可以改到什么 说将来你的手机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那个不可能的任务 好像我记得 谁要从哪里跑出来的时候 他是利用人家的眼球来扫描 然后过关 汤哥 对 所以我们也是 当然你不要利用人家的眼球 你就是自己的眼球 只是大大哥说 那个眼睛 不要乱戴一些什么 那个隐形眼镜 结果挖你的手机 在重要的时候 开不了了 所以红膜解锁 是利用你的眼睛眼球 去开锁就对了 对 去开锁 所以它叫什么 解锁未来 很好玩 未来可以做一个解锁的动作 所以你眼睛一扫描一下 比如像现在可能还要按一下 什么那个密码 有的是用指纹去做 按那个哄件 对 可是有时候你的扫描感应器 没有这么好 说那撸了半天 电话已经亮完了 还没有撸开 红膜可能会快一点点 当然这个大家去做个探导 它的灵感度 还有重点什么 红膜可以做支付 现在好 我跟大家讲 你现在简讯不要乱开 我前几天说 收到一个怪简讯 说什么 我电话费没缴 然后就叫我连结去一个网址 还好这个瑞涵 都常常会警告我们 对 千万不能开 不要乱点 正要点下去 突然想到瑞涵 好像讲一句话 不能变 要跟大家讲就是 它为什么要去你按 因为你按之后 它就小额支付 就让你付出去 所以将来你的手机 可以就说 你支付之前 我要你过个关卡 可能红膜 可以帮助你 至少就是扫描一下 那别人就不会 票窃走了 对 拿走也没办法 除非阿汤哥出现 但是你放心 那是电影 那个是电影 不会有之前这样的事情 当然这个就是一些 未来这个所谓的解锁 解锁未来的这个机制 那重点在什么 它听说它这个Note 4 还要搭配3GB的RAM 你看我这台电脑 也只有4GB 刚刚我们在讲 那个Chromebook 也只有4GB 开什么玩笑 以后可能你的手机 其实它的这个 执行的速度跟效率 可能已经跟 你的这些行动装置 不一定是手机 行动装置 可能跟你的笔电 会差不多 而且还2K的萤幕 整个机身要改 这个金属的材质 所以可见 其实今天 其实你看三星 苹果是占得蛮凶的 所以我问一下 因为大家对于 那个iPhone 6 9月中推出来 它最大的卖点是 原来的iPhone手机 都只有4寸 这次是史上 第一次的放大版 也是史上第一次 大家认为销量最大的 刚刚戴总有讲到 台积电的iPhone 6的单子 那三星这次的 红膜解锁 真的有办法会把 未来的9月推出的iPhone 6 给吓到吗 请问 短线来看是有一点吓到的 可是长线来 因为其实最近很多iPhone的供应商 已经透露一些讯息 比如说做它电池的说 好难突破 它那个要机身很薄 电池要很薄 我们就知道原来这个新的iPhone的机子 它以后会机身做得很薄很薄 会更轻薄 那当然我觉得大家都要各拿出各自最好的 其实像iPhone它也不是省油的灯 像iPad 他以后跟你说 可能你拿我的产品 三周四周数周都不用充电 这么厉害 所以它现在这个电池的电力的储存的提升 可能会达到一个极致 因此现在大家引领期盼都在想 9月中的iPhone 6 不论4.7寸 或者大家认为会晚一点推出来的5.5寸 长怎样呢 竞争力到底销量有多大有多强 所以外资也是一样 现在外资针对苹果派的三档指标股 大力光 鸿海 还有包括了日月光 不知道外资对于 你看目标股价全部往上做调高 然后把今年外资对于三档指标股的EPS 也列出来了 因此我就帮您换算了本一笔 请问您的解读 对 当然看起来左看看右看看 可能让大家比较放心的还是二三一季的鸿海 因为它有配股配喜 其实这也是自营商上面的最爱 那当然其实大力光我觉得是领头羊 因为毕竟整个这个苹果的工业 最先冲出去其实就是大力光 大力光不要讲了 哥哥大哥叫我买 就很多人就买不起了 所以我请问一下鸿海跟日月光你怎么看 鸿海跟日月光 当然我以目前来讲要到出货了 当然组装是最重要的 谁能做到组装 谁有这个百万大军可以出到他要的这个销货量 鸿海 机器人还组装iPhone6 是 对 那重点刚刚还会强调就是 为什么我还特别强调除权除息 还没有除权除息嘛 自营商对它是真的是情有独钟 所以短线你也可以去留意除权系行情 那长线的话就看看这个iPhone的效应 能不能借由三星这样的激烈的对抗 而把它做放大 这个很重要 所以鸿海我问一下鸿海指导人鸿海家族秀过一遍好不好 鸿海啦 鸿海集团 刚刚的日月光 以上我所念的您都觉得可以站在中性或者偏多的角度思考吗 对 我还是会比较建议大家就是组装 可能鸿海集团大家可以多加的留意 感谢汉威的提供了 因为呢也快要到了 陆陆续续我们这些的苹果新商品 组装这些都要出货了 产品要推出来 台北股市也要推出来 明天看盘重点 怎么看呢 好的我想明天看盘重点就是第一个看外资买卖的变化 那这一波是外资带上来的 所以外资的大方向会决定台北股市的大方向 那第二个就是说政府债权的态度是不是还是持续偏多 那指标股各位一定要看大力光 鸿海跟台积电 只要这些股票能创新高 台股绝对是多头走势 那至于说在类股人动的金融股跟节能股 是不是能够继续的转强 那并购题材的林药 华金集团是不是能够持续上涨 那上海电玩展所带出来的新唐 是不是能够持续发挥 这是明天关盘重点 感谢葵伯大哥对于明天行情的提醒 别忘了今天带总有讲 国际中东变数语巴油价 所以到底国际行情怎么看呢 锁定待会儿的夜线新闻 今天晚上谢谢收看 祝你晚安 我们再会